世卫组织启动新冠肺炎独立调查 中美态度大不同 据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施统计系统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0日下午6点 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3169,611例 死亡133,885例 7月9日 世卫组织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独立调查启动了 世界卫生组织9日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小组 即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该小组将对该组织领导下的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工作进行评估 初步评估报告预计11月发布 独立小组是根据今年5月第73届世卫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成立的 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介绍 独立小组将帮助国际社会了解新冠疫情期间发生了什么 以及如何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按理说 世卫组织现在要启动关于新冠病毒的国际调查 美国应该举双手赞成 但在世卫大会的涉新冠肺炎决议中 美国却为签字同意调查病毒来源 而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澳大利亚以及欧盟、非盟等都是签字方 初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